世界人群日當天 很多國家都集會要求中共 停止迫害法輪功 而在中國內部 有律師勇於聯名 要求檢察院立案調查辦案人員 對法輪功學員的違法刑徑 瀋陽法輪功學員余明、李東旭、高靖群 被非法關押在遼寧瀋陽市第一看守所 至今已有一年多了 居民會網報導 去年8月30號 當地政法委系統以維穩為由 抓捕了包括余明、李東旭、高靖群 在內的十多位瀋陽法輪功學員 期間余明雖然驚險走脫 但最終被瀋陽公安國保再次綁架 這期間 這幾位法輪功學員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酷刑折磨 據瞭解 余明在被關押期間遭受了高壓電擊、綁死人床、灌石等 在被非法審訊期間 未婚的李東旭背影男警察撥光衣服 另外三名男警察手持電棍 威脅要電擊李東旭的陰部 並被一警察刪了肆無下耳光 三名法輪功學員及其代表律師表示 將依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要求當局無罪釋放法輪功學員 並嚴懲參與迫害者 當事人親屬也向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 遼寧省高法、省高檢、瀋陽市中級法院 中級檢察院抵交了控告信 強烈要求依法調查被控告人的獨職行為 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並予以法律制裁